曾被香港雜誌評選全北市最好吃鴨血 詹季麻辣火鍋超難定位 一度加派專人接電話 今年三四月將在西門町拓電 開四萬期真材 社群分享新店招募 含端午中秋及年終獎金在內 內外廠平均月薪四萬七到五萬元以上 都有可能但必須做滿一年 以餐飲業的可能不需要大學畢業的門檻來說 我覺得算蠻高的 應該蠻多走餐飲相關的 聽到這個薪水應該會覺得還不錯 要看時數吧 對啊 如果四萬 然後就是加班加到死的話 那也是錢不要 因為餐飲業馬上就蠻辛苦的 我覺得就是辛苦 就要有一些相對的回報 詹季低調不便受訪 不過社群留言 有人糾團投履歷 這福利好讚 我也想去賣火鍋 而知名鍋物品牌鼎王 去年九月起 也加大調薪幅度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二 分類回收展現收桌手速 非用餐尖峰時段一樣忙 鼎王一般基層員工 北區月薪落在四萬五到五萬五之間 包含基本薪及績效獎金 意後景氣復蘇 加上冬天正式火鍋餐飲業的旺季 針對店鄉裡及副主廚 門店中高階以上的管理職缺 提供最高七萬元的薪資 他應該也是一種想要吸引 就是年輕族群的一種方式吧 就是把底薪調高 另外爭先集團旗下五個品牌 同樣調漲薪資 門市服務人員基本起薪 三萬多到四萬塊都有 畢竟大環境基本工資漲 餐飲業還缺工 提高薪資競爭力 對求職者更有誘因 三立新聞李文盛 鄭家宣 台北報導